让出自造访的民众感受到惊艳的欢喜 敬请配合现场防疫作业 再次谢谢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贵宾大家吉祥 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行政院环保署张署长 与福光山助持新宝和尚及其所有贵宾入席 我们热烈掌声欢迎 非常谢谢张署长今天带领所有的团队 一同历临佛陀纪念馆 参与今天这么殊胜隆重的日子 稍后我们也将进行今天重要的签署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精灵碳排是国际重要的趋势 是一项跨世代 跨领域 跨国际的大型转型工程 政府也公布并推动能源 产业 生活 社会四大转型策略 以逐步实现2050精灵排放的政策 此外 佛光山开山幸运大师 长期重视文化教育永续 在社会 社区 校园等地实践绿色生活行动 积极落实永续发展目标 乃至发挥国际影响力 因此 在今天的合作变望路 很高兴能透过政府与民间团体的跨域合作 新手落实静灵绿生活 共同朝向台湾2050静灵转型 达到永续社会的目标 介绍贵宾 今天参与活动的贵宾非常多 首先为大众介绍今日与会贵宾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署长张子敬署长 欢迎 佛光山助持新宝和尚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管考处处长 简慧珍处长 高雄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 高宗勇副局长 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 绿能与环境研究所 蔡振球技术总监 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首领会长 暨财团法人人间文教基金会 董事长慈荣法师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汇传法师 南华大学校长林聪明校长 佛光山佛图纪念馆馆馆长如常法师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副总会长 吴青山副总会长 以及现场与线上一同见证的贵宾朋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 敬临绿生活行动表演 敬临愿景绿色行动是此次行政院环保署 与财团法人人间文教基金会 共同合作的目标 接着我们要透过沙画的演出 藉由手掌与指尖创造细沙的瞬息万变 用自然和人文艺术识敬临绿生活 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沙画行动表演 掌声欢迎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黄天、绿地、青山静水维护 健康有需的生活环境 一直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以用在地、洗资源、护环境为基本诉求 提升绿色生活理念 并养成重绿色生活行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敌对环境及人类健康有最小的伤害性的消费形式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日常生活消费的过程中 利用环保署合型、环保节奠制度 都能化为环保绿点 并且可从简单改变饮食习惯着受 是多少点多少 优先寻用在地 当地与天然食材 自备参聚等行为 享受美食、眼海地球 小丁落实环保行为 生活出游选择低碳的运具 在旅游的过程中选择对环境友善的方式 生活出游选择低碳的运具 低碳方向规划旅游行程 降低环境负荷 维护自然景观生态 体会更深度的绿色旅游 兼顾当地自然环境与生态保育 让环境永续 共同守护这块土地 旅游行程 等待规划旅游行程 暴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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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离请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张署长致辞 我们掌声欢迎 好 我们住持新宝和沙 我们人间文教基金会赤龙法师 副主持人iders录律师 副主持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高雄市环保局的高副局长 我们南無大学的林校长 各位贵宾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 环保署跟我们人间文教基金会的 有关敬临愿景绿色行动的合作备忘录的签署 以及我们佛陀纪念馆 携手敬临绿生活的记者会 今天个人非常的高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来签署这样的合作的备忘录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地球之所以让我们很多的生物 可以在这边生存在这边繁衍 因为它有一个适合我们生存的环境 可是我们人往往因为个人的贪念 我们去消耗了浪费了太多的自然的资源 所以让我们的环境不断不断的在产生问题 那么以往我们常常碰到的像空气污染 水污染或者说废弃物的问题 这可能都是一个区域的问题 或者说是可能对健康造成影响的问题 但是这些年来我们碰到的 所谓全球暖化 气候变迁 那这个问题跟以往的问题就不太一样 因为所谓全球暖化造成温度上升 所以我们的气候会异常 气候异常其实它造成的影响是全面的 全球性的 因为气候异常可能我们有激烈的这些 气象的这些事件 如鲍鱼干旱 那直接造成的就是我们粮食供给的问题 我们水资源的问题 那么再下来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海平面的上升 那这些都足以影响到我们整个生物系统的稳定 甚至说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这样子来 在这个星球来生存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 那么透过科学的调查研究 那么现在大家有共识说 我们能够忍受全球的温度的上升 可能是比工业革命之前1.5度C 超过这1.5度C可能就不是我们能够去适应 能够应付的 那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灾难 那么怎么样子去把这个温身控制在1.5度C以下 我想各位常听到的最近讲的就所谓 2050要净零排放 所以2050净零排放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弄的 因为大家为了追求生活浪费很多的这些石化的燃料等等 化石的燃料 那这些化石燃料它产生的二氧化碳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2050让它的净排放归零 那么温度可能就会继续上升 那这个灾难就不是我们人所以可以去控制的 那么大家有这个公司之后 我们台湾也提出来 我们也要2050净零排放 我们也把它逆到法里面去 现在也送到立法院在省议 但是目标归目标 怎么做到才是重点 所以在2050净零排放的这个路径里面 策略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大家都想说2050净零排放 就产业界减碳 再生能源 电动车 大家觉得好像跟自己都很远 这些人做好好像就没事了 但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就是在我们要达到2050净零排放 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 就是我们人的行为要改变 如果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行为还是照现在这个样子 这样的浪费 那其实我们是不可能达到2050净零排放 所以在我们行政院推动的2050净零排放的路径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就是行为改变 所以我们有一个所谓净零绿生活的项目要去推动 那这个也是我刚刚跟我们住持请教的说 行为的改变要从心里做起 所以我们就是跟我讲说对要有正念要有正见 你做出来的才能够是对的行为 所以如何把这个所谓净零绿生活绿色行动 能够让大家放到心里面 而在行为上去实践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这也是我为什么说我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因为我们佛光山我们人间文教基金会 在幸运大师的引导之下 那其实一直在倡导的环保心保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理念 所以我们文教基金会长期在环保文化教育付出很大的心力 那都是在教化人心 其实也是就是一个行为的改变 那么非常谢谢就这一次 有这个机会是我们南华大学的林校长给我们引荐 那林校长原来是我们环保署的老长官 后来到教育部到大学当校长 那么南华大学实际上就实践了很多 我想应该在幸运大师的理念的引导下 实践了很多永续发展这些相关的理念在上面 所以他们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奖项跟肯定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佛光山在人心教化上面很重要的一个引领的方向 那我知道我们佛陀纪念馆这几年也非常努力在这一方面来做 我们前不久还请我们如常法师给我们做专题演讲 虽然疫情只能视讯了 所以我们一个纪念奖牌今天特别带来 没办法视讯把奖牌传过来 所以今天特别带来要谢谢 那么我们佛陀纪念馆也一直致力于推动相关的 这些永续发展跟环境教育 所以今天也是他们在有关这个 洗手进行绿生活的一个记者会 那来宣示我们佛陀纪念馆要在这一个方向 大力的来推动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合作备忘录的签署 我相信是一个很重要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因为我希望我们透过这个合作备忘录的签署 未来我们可以在各个相关的机会都可以一起来努力 因为人心的教化改变这需要很长的时间 我们要长期的去做这个事情 那才有机会可以成功 那因为我们佛光山 我们人间文教基金会长期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今天的这个合作备忘录的签署 我们一定能够有很好的合作 而且让我们大家共同要努力的目标 可以有更大的扩展 让我们在所谓气候变迁永续发展 我们大家都能够攜手 共同有更好的这个成果 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 所以再次的谢谢各位今天的出席 那也特别谢谢我们火光山 当然我们人间文教基金会的支持 那希望我们未来可以有更好的合作 最后祝大家平安喜乐 谢谢 再次掌声谢谢张鼠党的支持 请先回座休息 也期许透过此次的合作 树立起推动绿生活的良好典范 从新做起 就这里请佛光山 助持新宝和尚致辞 我们掌声欢迎 张署长 我们高雄市市府代表 荣法师 我们各位贵宾 大家吉祥 吉祥 今天相信大家 都是用一颗很欢喜的心 来参与今天的签署 新宝大师 在五大洲建立道场的时候 其实就一直在推广 环保与新宝 所以那个时候 我也记得透过火光会 透过道场 可以说很多地方都在种树 这可以说是我们对地球的一个保护 我们常讲地球只有一个 确实地球就是这么只有一个 很多科学家也一直在宇宙 当中去寻找另外一颗地球 当然他们可以找到类似的星球 但是我在想 找到之后又如何呢 你说我们可以移民 当然那个是我觉得离我们现在 还蛮遥远的 再者 即使我们真的移民 我们的观念如果不改 我们还是不能够保有另外一颗地球 所以今天的这个签署 我想意义非常非常的重大 就是保护地球 也就是等于呢 把我们自己的家要照顾好的意思 那么之前呢 在美国服务 从西来寺呢 有时候到机场去 那么这个路当中呢 我就经常经过一个废弃的石化场 我每次经过的时候呢 确实感慨很深 为什么 一大片的石化场 爆灰了 那整片厂房 没有一棵树 我就想到说 如果我们的地球 真的都没有树的 那种环境 确实 让人家觉得很可怕 表示说我们可能 不能够再生存于地球 那么也因为这几年 我们地球空气中的 含碳量一直增加 所以我们感受到 因为碳含量的增加 让我们的环境 都受到很大的威胁 因为它改变了我们的气候 主要是让气候两极化 不是水灾 就是旱灾 所以造成粮食 有问题 其实呢 应该也可以讲 它直接影响到 我们的生命 所以这个问题呢 确实非常非常的大 甚至海水高涨 可能很多城市 会消失 甚至很多国家 也会消失 难道我们的未来 就是这样吗 所以 我们应该有一种觉醒 就是对环境保护的觉醒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 苏食 苏食是第一环保 当然啦 节能减碳 这个呢 其实都要大家一起来 才有办法 所以我们 先把这个环保的意识呢 让大家 能够了解 让大家心中呢 都有这样的一个理念 那么透过理念呢 再去改变我们的行为 我想这个呢 是一个过程 所以今天呢 我们有这么一个机会 跟环保署来签署 合作的备忘录 我想一则是大家 共同的合作 再者很重要的 就是让大家呢 再提醒环保的意识 让我们的家园 越来越好 让我们的 未来 乃至我们的 下一代呢 有一个 很好的成长环境 所以今天 感谢 大家的力临 也祈求 诸我菩萨 庇佑大家 平安吉祥 谢谢 再次掌声 谢谢星宝和尚的致词 请先回座休息 谢谢您 地球只有一个 透过幸运大师 环保与星宝的实践 我们共同守护 我们的家园 地球 签署 接着要进行 签署仪式 首先离请行政院 环保署 张署长至签署台签署 通过今天政府与民间团体的共同推动 敬临愿景绿色行动的决心 携手号召全民加入绿生活行列 也期盼未来能有更多机会 一同守护这片美好土地 我们请张署长至台上留步 谢谢 接着离请佛光山 助持新宝和尚 至签署台进行签署 佛光山在K山星宇大师的指导下 早已将绿生活行动 实践在社会各角落 落实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实践环保与新宝的生活行动 再次谢谢宝和尚 也请您一架至我们台上 与署长合照留念 为今天殊胜的一课 留下历史记录 也感谢现场与线上的贵宾朋友 一同见证 环保术与财团法人 人间文教基金会 净临愿景绿色行动的 携手合作 环境永续要从自己的做起 从个人的进化 也进而带动社会与国家 乃至全世界 再次谢谢书长及宝和尚 接牌 接着要进行的是 接牌仪式 请张书长及金宝和尚 共同就接牌位置 各位现场贵宾及线上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倒数 五四三二一 请接牌 祝愿此次合作能共同为环境保护 敬奋心力以达成敬临目标 环境保护是长期奋战的工作 也是一个超越种族跨世代的世纪运动 再次谢谢书长及宝和尚 互赠结缘品 首先新宝和尚也将代表 制赠结缘品与环保护 请书长代表接受 特别向现场及线上的朋友介绍 今天准备的是佛陀纪念馆 专刊大家的博物馆 佛光山植物专书 全路法王生 以及幸运大师一笔字 云水三千书包 此外还有乔达摩的专刊 也感谢宝和尚 同时环保署也准备了纪念品 请宝和尚代表接受 特别也向现场和线上的贵宾朋友介绍 这是署长特别准备的携手合作 环保资源在设计的作品 是用废弃的玻璃重新载制打造的工艺品 象征传承创新能源实践净愿景 绿色行动 再一次谢谢署长及宝和尚 大合照 现在请署长及宝和尚 带领所有的贵宾 一家至观景台 一同拍大合照 为今天书生一刻留下历史记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